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微笑 今天又來介紹新的武將啦 那麼就是標題上的 馬良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看他的技能吧 還真沒想到這一次可以使用台服的介面 來跟大家介紹新武將 以往介紹新武將時 都是使用陸服的介面 那麼這次更新很快就達成了 所以說還來不及把每個武將都介紹完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使用台服的來跟大家做介紹 馬良他是隸屬於蜀國的輔助型角色 一樣我們先看羈絆 要上陣至少3名蜀國武將 異常狀態命中可以提升30% 我方攻擊型武將使用怒氣攻擊時 馬良會恢復50點的怒氣 這個羈絆講實在的也是很拉 光要上陣3名蜀國武將就有點困難了 現在蜀國武將能用的角色比較少 像是姜維、諸葛果可能有辦法達成 但是我方攻擊型武將使用怒攻時 這個光是我們的主力將尾就吃不到 所以馬良的羈絆算是可有可無 沒有很重要 如果大家要玩的話 是沒有必要把羈絆給抽滿的 再來看到普攻很基本 跟大多數武將都一樣 緊接著是怒攻 攻擊敵方全體造成一些傷害 並隨機隊1到4個目標 施加紫二 持續兩回合 紫二的效果跟冰封很像 不能使用怒攻 並且攻擊造成傷害時 自身的怒氣會降低200點 算是一個控怒的技能 接著是被動 首先是三星 不交不擂 敵方武將怒攻或者是普攻 造成暴擊時 馬良有機率20%很低啊 提升全體友方的最終減傷 而且是10%而已 效果持續到回合結束 每回合最多觸發三次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條件 也都會跟我一樣認為這個技能真的是非常難觸發 首先要敵方的武將造成暴擊 這堆滅對比較有可能 那馬良的機會也只有20%的概率 可以提升這個最終減傷 雖然說是全體隊友 但是它的持續時間 只有到本回合 回合結束就沒了 而且每回合最多是可以疊加到三次 也不一定說可以疊加到滿 那單論這個10%的減傷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接著是五星的效果 我就簡單的說一下 分成奇數跟偶數 那衛冕就是增加回怒的速度 純券增加易抗 並且會回血 如果是馬良對攻擊型武將施放 會再額外多加一層 五星的技能看似很強 有三幻當中最重要的加速回怒效果 以及異常狀態抗性 更會回血 但是最大的缺點也是它分為奇數跟偶數 這兩個效果不能同時發揮 而且單論10%的回怒速度 其實提升沒有到說很有感 可能還要跟曹P搭配 才有辦法搭配出比較快的回怒效果 至於回血的部分也是回的很少 只有馬良30%攻擊力的生命 緊接著看到開火的技能也都是很簡單 增加不交不捺的概率變為事實 但還是連一半都不到 非洲人表示難受 再來是三火 這個是馬良比較重要 我也覺得比較有用的 那就是止二的效果 如果被抵抗之後 抵抗者的攻擊力10%會轉移到我方最高攻的單位 效果持續兩回合 最高還可以疊加至四層 如果被抵擋的話 還是會有額外的效果 還不賴 最後則是五火 只要觸發四次不交不捺 馬良會再隨機施加一個止二 持續兩回合 所需待止二的目標 受到的最終傷害也會提升 馬良開火之後 沒有什麼實質上的質變 唯一比較好的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三火技能 可以增加止二被抵擋之後 附加額外的效果 這邊也來簡單的評價一下馬良 馬良這隻武將 就是什麼都會 但什麼都不精通 只有略懂皮毛而已 他可以控怒 而且還可以增加最終免傷 也可以增加最終增傷 還可以降敵方的攻擊 但效果都是非常低的 個別說是這個很可憐的觸發概率了 他算是我們體感上 很難感覺出來的 再加上現在很多很好用的武將 所以說馬良在PVP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作用了 不會把他擺上場 至於PVE的部分 在打三合或者說奇策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奇效 但真的是有時候而已 在專武還沒推出之前 馬良不算是奇策跟三合的常客 那目前陸服是有專武的 是在今年推出 日服還沒有 所以說大家不急著把馬良用到無火 就慢慢收集就好了 可能等到你收集完 專武都還沒開放呢 那麼以上就是馬良的介紹與評價 大家還有什麼不懂的 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看到了就會回覆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